有些食材分开是比较好 因为有些食材是不能吃的 也就是说他那些食材炖完之后 食材就要丢掉 否则的话 你那些不能吃的药材在汤里面 他会把很多的营养或成分 又吸进药材里面去 那反而就是说 你最后你可能还要没药材 今天下午6点 超市实在有健康